这个时候其实这一条线应该放哪里 这个端点就应该放在这个焦点上面 了解意思吗 有没有 嗯 将来看好了 其实 这一条线啊 这一条线啊 这一条线 我们刚刚是从 这这个 其实这一条线总共有两个端点 这个端点跟这个端点 那这个端点 的 是这个圆的中心点 这个端点是这个圆的中心点 那我可以怎么办呢 再来就是把这一条线搬过去 搬到这一条 那怎么搬 之前有教过移动对 移动 选这个物件 空白键一下 然后呢 告诉他说从你帮我把这一个 端点移到这个焦点上面去 好 点一下 移过去对不对 再空白键一下 再来的话 我们这部分呢 其他部分呢 再划线 从这边到这边 空白键 结束 按两下空白键 再把这个焦点 再到这个端点 这样不对 那应该是 那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这个来看一下 刚刚应该是这样 两个圆 对两个圆的焦点 不是 不是 不是两个大圆的焦点 好 所以这部分我把它坎硕一下 应该是两个圆之间的焦点 所以这一条线 我把它应该是 移动的话是从 我再把它搬回家 原来在这里 对不对 应该是把这一点移到 到什么 两个圆的焦点才对 这样两个圆焦点的话呢 你画出来 才会是有二三跟六七 这边我们来移动一下 再再一次 把这个空白键一下 然后从这个端点移到哪里 两个圆 大圆跟小圆的焦点点下去 你会发现 刚好就会在他们的焦点的上面 这个时候呢 你画一个 这地方画过来 空白键两次 再画过来 那这样子 这些圆就可以把它拿掉 就可以把它拿掉 那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图形就画完毕了 那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这个地方标注一下 标注对齐式 你可以确定一下 应该是没有错了 因为这样的话呢 它的半径 就会是 就会是我们刚刚 因为这边应该是二十三没错 那这边一定是 四十应该也是没错 这个对齐 这边要抓到那个端点对 端点四十没错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特别注意是 复制一个大的 然后大的会跟小的重叠 的那个焦点 再把那条线移到那个上面去 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画出我们要的一个 这个结果来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还有 感谢观看